好,所以很快就开始讲到了 请务必帮我们按赞 然后订阅,有一个按下去 然后把它分享,然后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向你欣赏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啊,你对我们的计划就是好的 因为我们是音信称义的艺人 我们是艺人 艺人日子就如同黎明 直到日午,越照越明 直到正午 越照越明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 在上帝无条件美好的恩典里头 谢谢耶稣今天给我们请听耳 跟请听的心,看见你的荣耀 听见你美好话语,在你的祝福里头 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文 马大福音六章七节 这是上次讲过的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我们祷告 是跟神交流 而不是好像在念咒 某个东西会念很多次会怎样 对不对,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我们不是那样 我们是跟神交流 好,请看下一页 所以啊 你们不要效法他们 因为你还没祷告以前 你所需用的 你的爸爸 你的天父早就知道了 那我为什么要祷告 就跟你说是交流 是互动啊 你祷告只是要钱哦 你祷告只是要东西哦 有一些父母都说 他们小孩在念大学 在外地念大学 会打电话来 只有两种状况 要嘛缺钱 要嘛出事 从来没有那种主动打来关心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吗 跟上帝讲话的时候 要嘛缺钱 要嘛出事 是这样吗 你都觉得你儿子 你女儿这样对你很过分 你常常都把这样对上帝 对不对 儿子女儿出社会之后就知道 其实父母好爱他 对不对 你出社会之后 你还是对上帝这样 要嘛出事 要嘛要钱 对啊 但我不要定你的罪 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 你知道 比如说你两个孩子 那个性可能完全不一样 有一个可能非常贴心 非常贴心 很想跟你分享 另外就是爱理不理的 就是只有要钱 你心里面 你爱当然要爱一样 跟你心里面 比较喜悦哪一个 他是跟你分享的那个 让我们成为那个 常常跟神分享 所以呢 我们祈求已先 他早就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他互动啊 所以不是靠你讲得多啊 你还是跟你要钱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你会给他吗 你会巴下去吧 没错吧 讲什么讲 我知道了 等一下会给你啊 干嘛还讲 讨厌 然后呢 之类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不要 用好像 你知道以前有那种 主导文念几次 主导文念几次 等一下会讲主导文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在某个教派 还有人发那个寄数器给我们 然后叫我们念祷告词 念几次念几次 然后就这样 我想说 你干脆发什么什么金给我好了 好不好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一样 那这个经文是讲假的 不要效法他们啊 没有祷告有些父已经知道了啊 所以啊 不是告诉你不要祷告 是不要靠祷告 也不要以为 好像要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主导文可以拿来祷告 很好 但是不是主导文念几次 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不然就变什么什么金了 懂我意思吗 好请看下一页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 请念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好那这个 这一页经文请念十万次 然后你就可以消灾解恶 最好是啦 可是以前真的有 那套神学票怎么来的 还给你一个寄数器 我们寄数器还留着 后来是拿来 以前算来教会的人 那OK啊 就是很好笑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然后就真的 耶稣教我们祷告 神学上有两派 一派说 主导文就是我们要常常念的 所以你知道吗 有一些教会真的 教会结束的时候 会大家一起念主导文 然后再走 对有些教会会这样 然后还怕弟兄姐会忘记 所以会贴在教会的后面 就是出门的时候的上面 然后让大家用念 好有些教会是这样 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 主导文只是主在教导我们 祷告的内容核心 可是因为他们另外一派的理由是 所有的使徒先知们 在新约里头 从来没有引用过这个祷告 如果那么重要 是不是彼得应该祷告个几次 保罗应该祷告个几次 约翰应该祷告个几次 可是没有 就只有出现在这里 当然啦 其他福音就有类似 但是后面的使徒引用并没有 所以呢 另外一派是这样说 但是我跟你说 你想祷告 你想用这祷告就祷告吧 但是你要知道里面有些东西 是在这个文化下 对犹太人说的 而且是旧约最后面 新约还没开始 然后再讲很多新约的 未来会长怎样 所以你要懂得 等一下会讨论到一些问题 好OK 我们在天上的父 越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并不会所有人都尊神的名为圣 这是事实嘛 对不对 很多人还是选择不信主 好 愿你的国降临 我跟你讲 无论如何 他都一定会降临的 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件事 没有任何 撒旦最想拦阻就会这件事 但是没有办法 神会来 他会做成他的工作 有一天 有一天 你所有一切的苦难都会消失 主必快来 但圣经上说 主必快来 已经讲了两千年了 因为人家充满了恩慈跟怜悯 有人说主是单言 不是 他是宽容 他来 你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 你就被提 对不对 懂吗 所以他有他的宽容 而且他超宽容 已经宽容两千多年 两千年了 但是还会宽容多久 我不知道 好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知道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完全的吗 在灵界里头 神的旨意是完全的 但是地上 因为人类有自由意志 而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 他尊重 所以撒旦也知道 透过人类的自由意志 来败坏这个世界 你知道撒旦不是说 他想干嘛就干嘛 我们以为好像就是什么 黑暗跟光明 撒旦跟耶稣 然后对打 你知道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图 就是耶稣跟撒旦在比碗粒 好不好 个头啦 你知道耶稣用这支 跟撒旦全部加起来 耶稣说 这支太那个 用睫毛跟你比 真的啊 后来觉得 天哪 你受造物 我创造主 睫毛 他就还有什么东西更小 你有更小的毛 对 这不是重点 你懂我意思吗 撒旦跟耶稣 比碗粒 光明与黑暗 就好像有些黑暗会稍微高一点 有些时候光明会稍微高一点 没有 神还是同管万有的神 现在的问题 绝大部分问题是 撒旦是世界的神 为什么可以当世界神 因为人类把权柄交给撒旦 所以在有限的环境里面 在人类可以碰到的环境里面 都会有罪 请问一下 当人类还没有到月亮之前 月亮有任何罪恶吗 自从人类去月亮之后 就开始说要抢月亮的东西 对不对 你知道月亮上面有很多的资源吗 火星现在还没事 人还没去过 但是人类的东西已经去一点了 现在是不是大家很多人要抢火星了 就这样啊 人类管得到的地方 罪恶就会去 然后撒旦就可以利用 你有听过天狼星有发生罪恶吗 你应该不晓得吗 对不对 我们都不晓得 重点是什么 因为人 神把权柄交给人类 撒旦从头到尾都知道 他怎么偷回权柄 就是他去欺骗人类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有分别善恶树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 神的旨意是在灵界完全执行的 但是他只能够找一个缝 那个缝是什么 就是旨意行在地上的这个地 神把地赐给谁 赐给人 所以他要去偷人的权柄 变成世界的王 世界的神 然后利用人类的自由意志来毁坏这个世界 撒旦很喜欢人类受苦 所以他就兴起很多环境 让人类彼此生气 然后就战争 那战争是神要打的吗 不是啊 就是两个国家决定要打 就打啦 对不对 我确定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 法国 德国 都有一群近前的年轻人基督徒 他们预备好 要把福音传遍世界 他们就做了各种规划 然后战争开始 这些人通通上战场 都没有出去传福音了 你知道吗 他们那时候 两军在对打 然后 圣诞节到了 他们就停止 然后大家一起彼此祝福在圣诞节 然后交换礼物 然后圣诞节过了 再回去打对方 他们原本都是一群近前的基督徒 撒旦想尽办法的 让神的旨意 不能完全行在地上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祷告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果能行在天上 灵界没有被撒旦偷窃 因为灵界是纯粹的 灵界是属于神的 而且没有交给人 所以没有乱 懂意思吗 所以啊 为什么你可以 你可以赶鬼 耶稣可以一句话 把鬼赶出去 因为赶鬼是灵界啊 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耶稣一句话 你也可以操练 你也可以 你要相信一句话 但很多时候 为什么你赶不出去 因为那个被赶鬼 其实不大想被赶 我那天看啊 有没有看到最近有什么 什么某某台的女主播 宫斗 就是女主播都给对方 用什么剑招啊 什么给她喝一杯水 就不能讲话 真的啊 然后有女主播 他们说比较好的女主播 就是自己去拜狐仙 然后增加自己的魅力 这个叫做比较好的 不好的都会给她偷偷下药 好 那这个女主播 你要帮她赶鬼她愿意吗 狐仙就是那种邪灵啊 你要帮她赶鬼她愿意吗 她希望把鬼赶掉 可是效果留下来 有这种事 要嘛就是效果没有 鬼也没有 要嘛就是鬼留下来 有那个效果 那就这样 她怎么会想要被赶鬼呢 他们就是大家都说 我要赶我要处理 可是他们要处理的事情 是不好的弄掉 好的要留下来 他们认为的好 好了那扯远了 你要知道 旨意要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 有一天也会真的成就 耶稣会在这个地上 做亡一千年 神的旨意会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大家知道 做亡一千年是什么吗 就是在这个地球 耶稣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在地上做亡一千年 耶路撒冷就是首都 然后呢 我们这些得胜者 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你就会被分封 懂吗 有人是澳洲之王 做得比较不好的是澳门之王 再不好的是澳底之王 澳底是一个城市 好不好 真的不行的话 不要再讲了 就祝福你 好对 那就看了 澳洲够大了吧 对不对 澳底有点 也是还蛮大的啊 感谢主啊 对不对 好 也有人是厕所之王 好吧 新的身体需要上厕所 好 他身体上没说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祷告神的心意 成就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好 六章十一十二节请念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好 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没问题嘛 对不对 好 这不用解释嘛 你每天也都会在祷告这个吧 主要有什么好吃的 对不对 好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就是问题了 等一下一起解释 这句话是在 旧约的最后面 新约还没开始 耶稣对犹太人说的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句话言下之意是 如果我们没有免了人的债 神也不免我们的债 对不对 你如果不赦免人 神也不赦免你 听起来是这样 对不对 等一下会解释 请看下一页 六章十三节请念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这边的遇见这两个字 可以翻遇见 遇见是没有错的 但是其实也可以翻进入 你知道吗 我们谁没有遇过试探 所以这个祷告 好像没有成就过 其实这个字 应该要翻进入 你知道你会 可以遇见试探 但是不进入试探吗 鸟会从你头上飞过去 可是你不能 你不能阻止它飞过去 对吧 但你可以阻止它 在你头上 阻操 对不对 如果你的 发型像鸟巢 不是鸟的错 也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 不要定人家的罪 我要说的意思是 试探会来 你真的会 遇见试探 但是其实应该翻 不要进入试探 你去看其他的版本 不要陷入 或不要进入试探 连中文都这样翻 你会遇到试探的 人都会 比如说你负责管理公款 你现在欠钱 你的房租一直 你的房东一直催你的房租 一直催你 一直催你 然后你管 比如说公司零用金 你可能欠八千块 房东说 我明天就把你赶出去了 然后你零用金可能两万三万 你会不会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八千先垫了 之后再补一下 这个动作叫做亏空公款 这是违法的 可这就是试探 懂吗 所以不要做这种事 当然了 一些技术问题 你可以直接跟老板讲 你老板举可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其实应该翻 不叫我们进入试探 你会遇见 可是你可以不要进去 你可以不要去做这件事 在你做 你还是要知道神是爱你的 你还是有盼望的 但是如果是法律性的事情 真的无论如何 法律还是有他的公益 那你就算受到了很大的 应该是你就算犯罪了 软弱了 神还是爱你 他在监狱里 也还是会爱你的 对啊 该付的还是要付啊 信耶稣就杀人没罪啊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还是有他的规则的 好 再来是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进入试探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不想进入试探 主啊 你救我们脱离凶恶 让我们赶快从那里头出来 然后呢 因为国度全民荣耀 全是主的 直到永永远远 有一天耶稣会在地上 坐亡一千年 我非常期待 因为坐亡一千年 是什么意思 是在这个地球 你没有很想要去旅游 现在很想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很喜欢看 明山大川 去日本看 哦 那个富士山好漂亮 哦 什么什么 栗山黑布好漂亮 然后去看 欧洲阿尔菲斯山 好漂亮 对不对 你可能现在 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出国 也许是经济 也许是疫情 未来在这个地上 会坐亡一千年 而且你会有 全新的身体 你知道吗 耶稣不是突然间就 突然出现 愿你们平安 记得吗 所以会不会 我们的下一个身体 跟耶稣一样的功能 可以瞬间移动呢 是在这个地球 所以啊 我们 我现在这个身体 是没有办法去 玛利亚纳海沟 最深的地方的 因为压力 到时候换身体 我就去啊 去看那个灯笼鱼 对不对 是不是很有趣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 我们一直都在想说 星星那么多 有那么多的 上帝创造那些 结果生命只在地球 就算真的有外星人 有人说 如果有外星人 所以你们就 你们信仰就破灭 还有这种事 上帝只是说 他在地球创造人类 他并没有说 他在其他地方没有创造 他哪里有说 他在其他地方没有创造 哪里有这样说 没有啊 他只是说地球创造了人类 OK好 所以啊 有一种可能 就是以后以地球为中心 我们去外星移民啊 你知道现在去火星要多久吗 几个月 对不对 来回就一年多了 对不对 去了打卡马上回来 也一年多了 未来如果可以瞬间移动呢 火星 什么火星 我没有哈雷机车 我要去骑哈雷会星 懂不懂 懂我意思吗 一千年 以地球为中心 然后呢 对全宇宙的移民 看起来好像是 什么科幻小说 OK好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一千年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弥赛亚做王 然后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跟永恒的身体 会怎么样呢 让人充满期待 因为国度全民 永恒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好 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有外星人 或没有外星人 我只是告诉你就算有外星人 我们的神还是至高创造的神 OK好 再来呢 六章十四十五节请念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读到这个经文就更有压力了 主导文里面提到 你们要 如果你们不饶恕人 你们就不会被饶恕 对主导文里面有提到 对不对 好 这边再强调一次 你们饶恕人 天父也饶恕你 你不饶恕你 天父也必不饶恕你 记得 这是在旧约的最后面 对犹太人说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有经文对 跟你证明 新约的基督徒 是不一样的 好 以佛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请念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以佛所书 什么年代 耶稣钉十字架没 钉了 耶稣基督是不是死了 死了 复活了 复活了 五旬节圣灵降下了 好 然后才写以佛所书 好 保罗对以佛所教会说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 怜悯的心 然后呢 你们要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你去看原文 中文也翻出来 饶恕了 就是完成了 所以呢 你们要这样做 保罗写给以佛所教会说 你们要彼此饶恕 所以你们不一定开始彼此饶恕 我劝你们要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但是后面是写 正如神在基督里 已经饶恕了你们一样 你去看原文 看中文 都是完成了 神已经先饶恕你 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 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们背负了什么 罪 定罪 诅咒 疾病跟死亡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没有被饶恕的部分 因着耶稣基督完美的这个工作 因着耶稣基督这个最完美的赎罪祭 所以我们已经被饶恕了 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 所以读圣经要看看时代 就很像是 有人会问那些问题 那个整个圣经里面 那么多神降灾祸 什么东西的 然后各样不好的事 仔细看那段时间 都是律法时代 在初爱集义十九章 以前 跟耶稣基督说成了 圣灵降下来之后 神对待人 跟中间这段时间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间这段的人 初爱集义十九章 我们看何尔本 何尔本的翻译 很像是他说 主啊 凡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要遵行 好像很顺服 很乖 其实我们有路过这集 我们路过这集的 爱上以色列在那里 我们有请专业人士 在以色列四十几年的 专业人士告诉我们 那个希伯来原文的语气 不是我们都要遵行 而是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能遵行 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做得到 来啊来啊来啊 你叫我圣洁 我圣洁给你看 我一定做得到 通常这样 像现在都做不到 真的啊 真的真的啊 耶稣在最后晚餐 那个时候还是就业的最后面 那个每一个是不是说 主啊就算为你死 我也做得到 我就算为你死 然后呢 喊最大声的跑最快 真的啊 彼得是不是三次不认主 那天晚上喊了几次 我就算为你死 可是神是不是恢复他了 OK 所以我要告诉你 就是你看这一切 要看时间 这个经文是新约 你们要彼此饶恕 因为主已经饶恕了你们 好一个经文不够 请看下一页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请念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好 保罗又写信给哥罗西教会 劝导他们 你跟那个人有嫌隙 你们要个吵架 你们要彼此包容 你们要彼此饶恕 为什么 因为主已经饶恕了你们 对吧 我劝你要这样做 你们可能还没做啊 刚收到信 都还没有去找那个人道歉 还没有去饶恕 但是已经告诉你 主饶恕了你们 所以你们也要饶恕人 所以当你只看马太福音那段 你会害怕啊 我一直没有办法饶恕 过去那个我婆婆 对我那些虐待 有啊 有一些姐妹很辛苦 对 然后呢 所以啊 那我不饶恕她 天父也不饶恕我 天父不饶恕我 我不就要下地狱了 然后呢 你婆婆虐待你 还让你下地狱 这婆婆好可怕 不是 是 你懂吗 神已经饶恕了你 所以你可以试着去饶恕你婆婆 就算你没有办法饶恕 神还是会救你去天堂的 但是饶恕对你比较好 你可以去饶恕 不一定是你婆婆 可能是你公公 可能是你先生 可能是你太太 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你们要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饶恕 但是你就算没做到 主还是饶恕了你 但是主既然怎么饶恕了你 你们也要饶恕人 但是就算你没有照主这样饶恕 你们还是已经被主饶恕 因为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已经做成了完美的工作 棒吧 这就是我们上帝 恩典是什么 恩典不是废法主义 恩典不是让你随便 不是让你随便 就是随行所欲犯罪什么 反省爱你 没错 无论如何神都爱你 但是恩典是供应大于要求 他会给你很大很大的祝福跟恩典 让你有能力去饶恕 让你有能力去改变 让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以抽烟来说好了 你可能一天原本抽三包 抽三包真的很严重 然后你信耶稣慢慢改变 有人信耶稣突然间烟影没了 但有些人三包变两包 两包变一包 然后后来一包三天 然后后来一包一周 后来两周一包 你知道这样省很多钱吗 这不是重点 就是慢慢慢慢成就的过程 懂我意思吗 有些人会说 你基督徒你信耶稣你受邪 你还够抬有烟影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这样子人家是要怎么成长 不要定人家罪 他可能有这个部分软弱 你有那个部分的软弱 你要我说出来吗 不会我不会 对不对 你自己去跟神说 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 都是倚靠恩典的 不要定别人的罪 但是无论你做到或做不到 主已经饶恕你了 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 彼此祝福 好 再来要讲禁食 马赛福音六章十六节请念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偿刺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要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 我们上次讲过 假冒为善这个词就是演员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要演 不要故意脸上弄出愁容 不要故意弄得难看 你想谁要故意弄得难看 有啊 大家才会觉得你很属灵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我姓祖那时候很火热 我常常禁食 然后我刚好手上拿一个东西 然后刚好掉了 人家说你看 他禁食禁到手都没力的东西掉了 我想我那时候觉得 被人家知道我禁食了 糟糕我没有得的奖赏 可恶 不是的 第一我不是故意掉的 所以还是有奖赏 好了 重点是 禁食的时候不要故意 不要假冒为善 不要当那个演员 不要装 如果你真的愁容了 你真的你很难看的 圣经上是有说 请看一下一眼 故意叫人看出你是禁食 重点不是 你不是不能让人家看出你是禁食 你不要故意 我那个东西掉下来 我不是故意的 那时候马上就有一个试探 那你以后把它尝掉 大家都会知道你禁食 我觉得你很属灵 不要 我们可能会遇见试探 可是我们可以不要进入那个试探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很瘦 这不是重点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 禁食没有问题 故意让人家看出来有问题 看就算你故意 你也不会被惩罚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只是没有天赋的赏赐而已 好 所以禁食的时候应该怎样 请看下一页 六章十七十八节请念 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腹看见 你腹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所以啊 你不要故意把脸弄难看 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梳头洗脸 这个梳头原文其实是用油膏抹 头 所以就是如果你下次看到我抹油头 就是我禁食的时候 我已经很久没有禁食 没有 我已经很久没有抹油头 好啦 没有啦 但这个是真的意思 这个梳头不是你想要梳头 是用油膏自己的头 因为他们以色列人 他们就常常会用油来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记得吗 好 用油膏头是一折 就是把辣嘛 或者是抹油头嘛 二折 因为它可以赶蚊虫啊什么的 为什么要用膏油去抹羊 因为如果那个小虫跑到羊的鼻孔 或耳朵里面羊会疯掉 是真的疯掉 然后就去 就会摔到那个 那个 那个那叫什么 悬崖 而且羊的特性是什么 当有一只摔 其他人会跟着它摔 所以 一只小虫可能毁了你一圈羊 所以一定要给它们抹油 懂了吗 好 OK 所以你禁食的时候要像 平常的时候 你要梳头要抹油 然后要洗脸 不要让人家看出你禁食 因为其实这一切重点 不是不可以让人家看出来 重点是不要故意 更重要的重点是 对着上帝 除了这一切事都是对着上帝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祂要报答你 让我们这一切都是对着神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着神 了解 你给牧师看到你很属灵就怎么样 你给牧师看到禁食 你更亏 因为牧师要去吃好吃的 我不会找你 我就找别人 懂吗 牧师只会破坏你的禁食 因为我会去吃好吃的 主啊 不要叫我遇见这试探 好 那我就不找你 好不好 懂我意思吗 有啦 我偶尔还是有禁食 对 但是就是进步的禁 禁食 没有啦 开玩笑啦 也有禁食的禁 偶尔还是有的 好 感谢主 请看下一页 好 六章十九节请念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秀坏 也有贼蛙窟窿来偷 好 六章十九节开始 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积财宝在天上 OK 耶稣说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然后啊 我就觉得怪怪的 虫子咬能秀坏 那个秀坏是能吃 地上有虫子咬 它会吃掉 那我想说怪怪的啊 财宝这个字 我就去查原文 原文就是treasure 就是珍宝 就是财宝 啊以前的 钱是什么 金子 银子 铜钱 对不对 你有认识哪一种虫 会吃或咬 金银铜吗 金银铜铁 有吗 有吗 有就太可怕了吧 只有外星的那种电影 才会有吃这种东西 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 可是现在的纸钞 会不会被虫咬 会不会被吃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先知性欲言的东西啊 有人会说 啊没有 这个在说的是衣服 这个财宝 这个字根本没有衣服的意思 就是treasure 就是 就是金银铜铁 那些价值的东西 地上有虫子咬 能朽坏 你知道你的钞票 真的有啊 钞票 有那种老阿公 把那个 毕生赚的钱 都放在保险箱里面 就拿出来 只剩那个防尾线 你知道吗 因为钞票用的时候 会沾一些虫嘛 有一些虫是专门吃紫的 对不对 好惨哦 OK好 所以啊 不要为自己 积财宝在地上 所以你看重点 不是不可以 积财宝在地上 是不要为自己 不要为自己 那你不就是为了 不就是为了赚钱 才去上班的吗 那不一样 那是养活你的家人 他的重点 其实要告诉你 要积财宝在天上 而且积财宝在天上的意思 不是所以 存在天上 天上才能享用 天上干嘛要钱 他的地板是黄金 是比现在的黄金 还要金金 更纯粹的黄金 那时候要钱干嘛 要钱我挖一个地板 给你就好了 是存在天上 今世可以享用 了解 好 那感觉就很像是 你原本住在乌克兰 你真的觉得要打仗 所以你就把钱 存在别的国家 然后跨国提领 或什么的 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打仗的时候 那个银行被打掉 你就没有钱可以领 所以你要把钱 存在神的国 然后在地上提领 是这个概念 懂吗 好 不要为自己积财宝 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朽化 也有贼挖苦龙来偷 贼这行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也没有改变 就是来偷 所以呢 我要跟你说 真的要知道 我们财宝要存在天上 你要赚奖赏在天上 而且今世就可以享用 好 六章二十二十一节请念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绣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好 所以重点是什么 神真的要你的财宝吗 天国银行 缺流动资金吗 不是嘛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 你的心就在哪里 神要是你的心 你只要积财宝在天上 并不是代表说 你在地上苦哈哈的 很多人就乱解释 就是 所以我就不能够存钱在银行里 可头啦 前面是不要为自己 那我可以为我老婆 当然可以啊 那我可以为我儿子 当然可以啊 对啊 但是 只要为自己 并不是说 所以我自己都不能花用 你知道差别吧 重点是 积财宝在天上 你要更看重 这一切存在天上的 可以存到永远 而且今世就可以享用 OK 也没有贼蛙骨龙来头 没有虫子咬 没有被吃掉 因为你的财宝在天上 你的心就在天上 你的财宝在神的果 你的心就在神的果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神要你十一奉献的原因 因为当你支持 把属于神的 所以我要讲 十一奉献并不是 捐赠或者是施舍 十一奉献是神的 所以你要把神的还给神 但是当你把你的 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还给他的时候 你的心就在他那里 你的心就在天上 又对你是好的 但是你不做 你也不会有诅咒 你不做 也不会被偷窃伤害毁坏 那都是旧约 懂吗 我们要选择 要看清楚经文 旧约的经文 创世纪就有十一奉献 然后在旧约的最后面 马纳基书讲清楚十一奉献 在西伯来书又讲到十一奉献 所以在新约里 还是要十一奉献 差别在于 旧约里头那一千五百年 不十一奉献会出大事 在新约里不十一奉献 神还是爱你 但是如果你十一奉献 那个财物的超自然祝福 是会发生的 你需要神奇的购买力 现在什么东西都越来越贵 可是我就可以 真的啊 就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可以买到很便宜啊 因为长得帅吗 不要这样吧 这样别人怎么过火 不是啊 开玩笑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神的恩典 你要去 然后看见神奇 好我们再看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22到23 请念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前面提到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后面告诉你 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要把你的眼目 定睛在正确的事情上面 眼睛是你身上的灯 你要让你的眼目 看神的国 看神作为 看上帝 而不是去看 这世界很可怕的各种事情 新闻可以看 不要一直看 关心不要担心 你的眼睛要看正确的 然后呢 你里面的光就会越来越亮 但是如果你看错误的东西 那光就黑暗了 什么叫光就黑暗了 光变弱了 但是光还在 你里面光是不会消灭的 但是会因为你定睛世界的这种东西 所以就 慢慢暗掉了 OK 当然这个前后文是在讲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眼目要看着神 所以请看下一页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请念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OK好 所以你的眼目要定睛着你的主 创造天地万有的主 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是 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是财神的概念 OK 你知道吗 也是财力也是钱 你知道吗 人本世界被创造 人必须倚靠神才能够生活 可是世界 现在又被这个世界的神行述成 你只要有钱没有神 你也可以生活 很多人 绝大部分的人 他这一生就是追寻更有钱 然后你也不用故作清高 难道谁不想要钱呢 对不对 你那么辛苦上班 是因为你很热爱这份工作吗 真的吗 那也感谢主 我不要定你的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可是好多人现在就在侍奉马门 你要知道神才是供应的这一切 神使用你的工作祝福你 所以你不用被这个工作捆绑 这个世界很多人看起来很有钱 但是他其实被金钱捆绑 真的穷的只剩钱 有些人穷的连钱都没有 更惨 但是你有神不一样啊 我们家曾经破产过 那时候我信主了 然后我对比我以前还蛮有钱的时候 我宁可选择我有上帝没有钱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很喜乐 苦中作乐 不是 是我知道我有的何等的珍贵 真的是这样啊 但更好的事情是有上帝又有钱啊 祝福大家 都有 但是神是你侍奉的对象 钱是你的工具 来服侍神的国 所以你不要侍奉两个主 你侍奉上帝 然后把上帝给你的资源 使这个世界更好 然后积财宝在天上 让我把眼睛闭起来 一起来祷告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选择积财宝在天上 而且在今世就可以享用 主要帮助我们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在这个诈变横行的时代 让我们多做主公 把上帝的命令 试着来遵守 然后我们看见 我们积财宝在天上 然后可以在地上享用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清清楚楚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工作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真的都知道 我们的财宝在神的国 我们的心在神的国 我们财宝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 让我们真的知道 主已经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饶恕人 但是就算你不饶恕 神还是已经饶恕你了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在财务丰盛 身体健康心理平安 都经历上帝全辈的 已经做好的工作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在现场 在直播的 在未来看见弟兄姐妹 都有美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因为一言日子如同黎明 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你会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美好 那最美好日子将要来到 那更美好日子 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日子将要来到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经历上帝的健康平安 并且知道上帝有美好的计划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站起来来做信仰宣言 打从心以来念一次 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开启了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 虽然也许我们不一定都做得到 但是我们愿意往那个方向去前进 主啊是的 你用生命界二十八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举手不举尾 在上不在下 让我们清楚知道 神对我们的美好计划 神已经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说明一切的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死亡 都归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健康 平安 得胜 因为一人 就是要去经历这些美好的祝福 主啊在这疫情的年代 让我们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对的事 不要我们去遇见那些不好的事情 虽有千人扑倒在我们面前 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我们 就算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染疫了 你也会是轻症 而且没有后遗症 你要健康 你要强壮 而且你就是那天选之人 你甚至于就是全家染疫了 你也会没事 就算你不小心染疫了 你也就是没有后遗症 超自然要继续发生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主耶稣这么爱我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向您感动会交通 乔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